2023年5月15日 王力宏和李敬蕾出现在法院的门口 被李敬蕾指控出轨 表里不安 事业近毁的王力宏 面容憔悴 丝毫没有以往神采奕奕的惊奇声 脸色看起来十分疲惫 更引人注意的是 紧随在他身后出现的 竟然是他的前妻李敬蕾 原来两人当天进了趟法院正面交锋 原因是王力宏对李敬蕾不让自己见孩子感到不满 而申请了强制执行 在镜头中 王力宏戴着一个黑色口罩 但却难掩疲惫 在助力的保护下 他艰难进了保姆车 随后 记者们就被挽了他两三分钟出来的李敬蕾给吸引了过去 这一次露面 他也不像之前那么光彩照人了 短短两年的时间 他的头顶竟然出现了一条明晃晃的白缝 给有多少繁星事 才能让他压力大到疯狂头发 记者们以眼耳不及迅雷之势 将他围得严严实实 律师和身旁的朋友赶忙把他保护起来 他知道媒体想听到什么 但也选择了闭口不言 看着两人如今的状况 难免让人感到唏嘘不已 一个是曾经的美女学霸 一个是音乐天才 自从李敬蕾发布小作文 捶王力宏人品有问题后 他就不再让王力宏见孩子 这次开庭的主要目的不是离婚 而是王力宏在争取孩子的探视权 一个在李敬蕾口中重男情女 对孩子毫不关心的人 何必为了探视权而大费主张 此时就有网友怀疑李敬蕾曾经的发言 可能是在故意黑王力宏 经过网友细心的调查发现 李敬蕾控诉王力宏的事件 有很多互相矛盾 根本没有事实依据 而李敬蕾的口碑也急速下降 夫妻本是统领鸟 好歹夫妻一场 李敬蕾为何要毁掉王力宏 当年李敬蕾用一篇长达5000字小作文 将王力宏对他的控制全部曝光 而这篇小作文也让王力宏 成为了难得的反面教材人物 彻底击垮了曾经的音乐天王 首先李敬蕾强调王力宏比自己大十岁 紧接着他表示 由于王力宏希望有很多的孩子 一直催生 五年生了三个娃 还胎胎都坚持母乳喂养 这意味着 有四年多的时间他都在为新生二连轴转 光看到这样的字眼是不是就已经感到头疼了 但即便这样 他的婆家对李敬蕾也非常不友好 连钱都不让他碰 更别说当家管住王力宏了 也正是因此才给了他花天酒地的机会吧 自己老婆因照顾孩子而长期睡眠不足时 他都不知道在哪里逍遥自在 这是李敬蕾控诉王力宏的第一个罪责 第二李敬蕾表示自从嫁给王力宏以后 担任了很多的角色 保姆的工作 司机的工作 老师的工作都需要他一个人完成 自己完全处于一个全年无休 24小时都在连轴转的状态 第三李敬蕾呼吁广大的家庭主妇们 一定要有自己的工作 因为不管丈夫多有钱 名声多大 用钱时都要看对方的脸色 这明显表示王力宏很抠 根本不舍得让他花钱 随后李敬蕾依次表示 王力宏使用冷暴力 婚内出轨和他人举止亲密 为了离婚羞辱他管孩子 更劲爆的是 在这篇小作文中 疑似暗指王力宏是GAY 这不禁让人想起 王力宏和黑人的关系十分亲密 引起网友的激烈讨论 李敬蕾这一系列的指控 彻底击垮了王力宏好男人的现象 网上铺天带地都是替他打抱不平的网友 随着这篇小作文发布 王力宏的形象崩塌 大批粉丝曲官托粉 更重要的是他代言的品牌 纷纷与他解除合约 1995年 王力宏正是一歌手身份出道 凭借着创作才能和读剧一格的唱功 很快在内娱乐坛争得一席之地 六岁学习小提琴 八岁接触钢琴 中学时期就已经精通各种乐器 在国外顶级的音乐学院 伯克利就读的王力宏 非常擅长力将中西文化结合 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歌曲 因此被称为东方猫王 不管是戏曲风格的盖世英雄 传统与电音结合的18版武艺 浪漫现代的唯一都很受欢迎 是80 90后的青春回忆 然而王力宏努力了半辈子的成就 就因为李静磊的这份小作文毁于一旦 事情发酵后 大部分的网友都是站在李静磊这边 支持他一定要坚强 不要被任何事情屈服 李静磊的原名叫的西村美之子 他的血液里有二分之一的日本血统 因此李静磊的国籍是日本 他的专业是学心理的 当初和王力宏结婚时 他用的中文名字是王静磊 后改为李静磊 就在网友觉得李静磊很勇敢时 他曾在小作文控诉王力宏的种种事件的出现了反转 他一个人名义发布的一则声明稿中 简体和繁体掺杂着用 具体想要表达的内容不明确 并且这封声明下方即使有三个律师改章 由于是的四人章 根本就没有任何法律效应 由于这封声明的真假有待考证 网友开始怀疑李静磊曾经控诉王力宏的问题 不再相信他的一面之词 紧接着 网友就发现李静磊曾表示 自己一年无休止的在家带娃 根本没有任何的社交机会 存在虚构的成分 因为李静磊经常在社交平台上的 分享自己和小姐妹的照片 偶尔还会办成特定的角色出席派对 这样惬意的生活 怎么就成了全年无休 紧接着 就是李静磊和各行各业巨星的合影 从他发布的照片上看 似乎只有他自己 但细心的网友发现在李静磊刻意的 把王力宏的部分裁剪掉了 试想倘若他不是王太太 根本不认识王力宏 那么他还有机会遇见国内外的局星 王力宏出席活动不在李静磊也是情理之中 但他几乎都是和李静磊牵手出席 这一点和李静磊说 王力宏不在乎他的感受 只是把他当保姆用的情况不符 随后就是网友能够有同感的问题 关于王力宏从不管子女 甚至重男轻女的情况 重男轻女的显现依旧很普遍 因此当李静磊爆出王力宏也有这方面天坦时 很多宝妈都愤愤不平 可通过王力宏分享的动态中 大部分都是他陪伴女儿的视频 不仅给女儿当马戚 他还为女儿亲手创作出了一首歌 名字叫《亲爱的》 再有就是王力宏把李静磊当生育机器 一直催他生孩子 李静磊第一胎的时候 为了给药椎的减轻负担 特意选择了在水里生产 王力宏全程陪伴在身边 紧接着是第二胎 李静磊运晚期时 王力宏特意休息了两个月的假 一直在陪在妻子身边 至于第三胎 普通人之所以不生 是因为根本负担不起养育孩子的成本 但王力宏的资产 可能几辈子都花不完 晚年多个孩子陪伴事件 多美好的事情 当李静磊的这些指控 被理性对待 经过分析后 网友不再一边倒地想着他 而他可能也另有目的 在这场闹剧的过程中 李静磊获得了台湾的 移动价值千万的别墅和1.5亿 除此之外 王力宏每个月 必须支付20亿万的小孩抚养费 并承担家里 四个保姆和司机的全部费用 对于这个协商结果 王力宏只是发文表示 男人还是要承担所有的责任 我不再做任何的解释和辩解 就在大家以为这件事情 告一段落实 李静磊竟然在得到一切后 不让王力宏见孩子 当初李静磊再次发长文 控诉王力宏带人强行赌门 李静磊这次又是先发之人 第一时间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位受害者 身心都受到了伤害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 李静磊在获得利益后 就一直不让王力宏见孩子 为此王力宏特意搬到了 孩子居住的别墅附近 这次找上门也只是太想孩子 并且大包小包 带来好多孩子喜欢的吃得完的 诚意满满 而所谓的带人强闯的人 则是王力宏的助理 而这位也曾是李静磊的助理兼保镖 曾经核实 李静磊在这位助理的保护下 度过了媒体的拦截 准时的登上飞机 如今却丝毫不念旧情 这是让人感叹人心叵测 由于李静磊一直不让王力宏见孩子 因此王力宏只能再次通过法律 争取自己作为父亲的权利 5月15日开庭时 王力宏请来的这位律师来头很大 网传没有他胜不了的案子 这名律师叫赖方玉 台湾不少著名的女星都找过他打官司 而且几乎无一例外的赢浪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歌坛天后张清芳 和富豪老公宋学仁的离婚官司 在2020年 两人结束了长达15年的婚姻 而在赖方玉律师的帮助下 张清芳花500块调解费 就获得了高达16亿新台币的赡养费 这一战也让赖方玉的名声大噪 当年贾静雯育人不输 被前夫孙志豪反咬一口 在离婚的时候抢女儿不说 还要贾静雯经济大出血 也是多亏了赖方玉 才能让贾静雯化险为异 成功获得女儿无同妹的抚养权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赖方玉已经成了圈内明星离婚的金字招牌 在大S和汪小飞的离婚案件中 大S的离婚律师也是他 在他的帮助下 大S在和汪小飞的离婚事件中并未吃亏 本就有错的汪小飞 甚至心甘情愿承包了房贷 生活费 司机费用等一大笔开销 甚至连价值四个亿的房子也归了大S 这种种的案件的渗出 让赖方玉很有知名度 尤其是在处理明显离婚案件时 这次王力宏请他来当律师 想必取得孩子探视权 他是在必得 百年修的同传度 千年修的共整棉 王力宏和李静磊毕竟夫妻一场 如今却闹到这种地步真实难堪 当初李静磊发布的小作文可信度越来越低 他的口碑也开始下滑 这场闹剧注定没有赢者 这一次他们二人谁也就不了谁